保障一年保障14.5个月 配车 配车逆书 配密书 然后可以到各单位视察 然后所有费用吃饭群可以报销 先做事少离家境最好的工作 而且是退休最好的工作 而且到每个地方的时候 这些官员都出来迎接 他要什么资料叫全无的公职 立委讲得多酸 说我们去各单位 人家还不定理我们 但是监察委员要去 那个各单位列队欢迎 你敢不理 对然后立法院对他没有办法 任何的监察权 你看台铁 台铁不是赔钱吗 人家看这里没有我们的朋友 没有我们的配置车说一下 实在是在哪里 实在是在哪里 哇 六年的工作保障 对啊 我说起来 很迷人耶 他们也没有太高兴了 我想民进党不会 如果真的2016这件事 不会让这些监察院最好贵 但是监察权的事情很大 他们有这个监察机制啊 除非你改 你除非预算不编嘛 我不跟预算 让你没办法运作 嗯 可不可以 本来就要毁掉啊 人民敢不敢支持啊 我跟你说哦 总是要有人出来说嘛 这是要经过修宪的啊 那我问你 那当时的这个立法委员 三年没有监察委员 那算不算违宪 算啊 大法官都解释啊 修宪啊 嗯 你自己弄搞成这样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搞呢 更何况监察院 大家都想说 毁掉 你知道这边啊 郭边董事长的立委有三个理由 一个说马王正正 我们在听王建築 一个说马英九都应验啦 不沟通 所以我们反他 另外一个就是说 认同林进党说监察院废掉了 嗯 因为为什么这次那个谁啊 那个林洪池啊 说这次怪王建築啊 对啦 因为王建築说监察院要废了 有理有理 有理嘛 对 监察院是什么院 奴才院啊 残害忠良院 残害忠良院 对不对 仇佣院 监察委员就是请客吃饭接受招待啦 对 官说 那我问你要不要废 废啊 废监察院已经几乎是全民共事了 我跟你讲意思就是说 我当然我不是先知 我会先知道 但是我感觉 如果是我这次民政党的我 我绝对好好处理 监察他 这个本来就是鸡肋嘛 没有用嘛 对啊 本来就没有用啊 对啊 太阳化经过 我这次医生不可以给你扁啊 你没有用作就好了 我没有给你安装啊 不行吗 你也这样好吗 人家才欢喜一晚而已 你就这样 说一晚 一晚还有两天 好像捏两天 是啦 即使预算不编 薪水也会照编 是啦 是啦 所以这些监委不用担心 其实我想这些监委最在乎的 大概就是薪水而已啦 对啦 其实喔 那个观众可能最想了解 因为我看今天所有的报纸都解 三股势力 嗯 串联嘛 对 拿三股 一股就民进党嘛 一股就是国民党里面比较本土派的 比较挺王的势力 另外一个就是其他的在野党 对 其他在野党 对 清民党加台联党 对 对 那挺王金平的 所以挺王的做法就是打马190 是这样的意思吗 就给民单啊 其实这一次王金平角色最尴尬了 对 因为其实民单一出来的时候 因为有张伯雅有余腾芳嘛 那再加上因为黄世民的弹劾案两次没过 那尤其于腾芳 他都故意缺席嘛 那所以大家 当时所有媒体的焦点就摆在王金平身上 就说 你会不会利用这次机会报仇 所以我的了解是因为 这中间其实老柯打过几次电话给我 柯建民打过几次电话给我 他就一直跟我讲他 他在怎么做这些事情 我的了解是王金平其实是非常尴尬 也非常小心 他甚至都尽量避免 跟柯建民私下见面 有时候因为你知道 其实总召都常常去找院长嘛 他都尽量避免跟他私下见面 就怕瓜田里下 那你说王金平有没有在 我们不知道 王金平掌有投票吗 有啊 你掌有投票 他赞什么人 张伯雅是赞成啊 赞成 他赞成啊 赞成出来就没太大 那是郭民同正式人物的特点 他赞成票 那些人不是跟你合作的人吗 其实赞伯雅的时候 国民党其实走10票 因为他57票嘛 大家就算说 65减57 应该是跑掉8票 其实国民党跑了10票 那有无党籍的 有去挹注张伯雅 所以才会拿到57票 所以王金平在 其实在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是比较被动的 去配合 他们如果没有投反对 他们投反对 譬如张伯雅就落算了 就落算了 其实王金平还是老谋生算了 因为国民党他把政府院长投票 跟委员的投票分开 一个上午一个下午 如果说两个 如果两个盲在一起的话 我告诉你会掉更多 张伯雅也会掉 但是国民党党团员 知道说不会这样 所以他把政府院长放在早上 这个委员放在下午 好 那就看早上的状况 其实王金平的老门生算就是说 如果早上 张伯雅真的就没过 下午可能就会 下午我觉得国民党 就整个盲下去了 亮票监票 搞不好真的 搞不好掉一个两个 不然就是一个也就不会掉 那没关系 请贼先请王 不 但是 我们也知道了 张伯雅这个人 政治性格很强烈 政治性格很强烈 他可以跟民进党合作 他也跟国民党合作 阿免执政的时候 他是跟民党合作 那个马英九执政 他跟那个马英九合作 那统一跟谁合作 大人就习主席咯 对啊 这种人照理讲 就是政治性格强烈的人 不适合当监察院长 我觉得他是有分寸的拿捏的 就是说 让马英九难堪 但是他要的是国民党的 整个存在的可能性跟发展性 就是他这里面的拿捏就是 马英九跟国民党之间 其实是有距离的 他今天打脸打马英九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 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还是要维持他那个国民党 那个整个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的存续性 我刚刚讲的马英九会下来嘛 可是国民党必须要在嘛 那在这里面 你觉得那个 我觉得那57票也是很神奇 就刚刚好过关 这个真的能够算到那样 真是了非心 算好的 那那个57票真的是很惊喜 那个大汉小汉 一定要掉满地的 而且坦白讲 这样的票数 做院长 很难看 就是不够好看 是的 因为院长的票比副院长少 只要是张伯雅我就辞职了 因为通过的 通过的18个监委里面 只有一个人跟他同票 那个人叫刘德勋 前陆委会副主委 其他每一个票都比他多 以后张伯雅坐在那边 主持院会的时候 他这样看下去 哇 你们大家票都比我更多了 不好意思 要怎么主持下去 所以让张伯雅过 其实没关系 对啦 重点是下午的11个 你想想看 到底是张伯雅没过 导致于说下午的全过 所以我想说 乃德恒良 这个局厉害 他完封名单是11个 就真的这11个 对啊 而且张伯雅就让你 刚好多一票过 没烤烤 没闪 而且在水面上 你知道吗 在水面上过 我觉得这是更可怕 但是我们要回来问一个问题 是说 要让张伯雅 谁说国民党跟民进党不能合作 有啊 这是合作的蛮好的 是可以的嘛 对啊 王金平那一票 搞不好就是张伯雅第57票 会产生人导致的 如果国民党跟民进党 可以合作到这么完美 我们还怕什么 共和党 民主党 或者是共产党 董事美人 这是因为真的投不下去 除了刚刚讲挺王 还有很多有涨良心的嘛 我们必须还讲 有涨良心的 这东西 这东西真的就是投不下去嘛 不然不会37票那么难看 或者不然不会票每个都那么难看 都是只有这样子 低空略过 了不起就60几 就刚刚不是他讲的什么 望重士林学林 什么不是他讲的那一个 那一个表解 望重士林 其实现在士林剩下社子岛 对啦 望重社子岛 社子岛 真的是没开发 对对对 你知道吗 那是真的是 真的投不下去 国民党里面 那除了挺王以外 还有很多 其实那我问你 比负是这样子的 这个暗潮汹涌 那现在水面都浮出来了 对啊 那after是什么 报仇 复仇 他的眼里 马英九会 马英九就是这个样子 以马金的性格是会复仇 杀致必报的啦 但是我觉得以他现在的政治实力跟影响力 能不能负得了仇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马兵挥不动我还有回马枪 马后踢 对 可是回马枪 我看他的枪能够打得出来吗 要一波打 不是要看你有多少枪啊 你想开枪 你要看你的武器够不够 你就剩下两三个人 也许你还有部队 但是部队未必为你而战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说说 国民党看到这招 大家都说 就刷刷了 就是你可以看 马政府其实是在分崩离析的这个 这个性行事 对 吹哭拉朽 那反而是 就是说你今天你要报复 你要避免自己摔得更重 还是说你想报复 假定说你要报复 但是不但报复不成啊 你的摔得更厉害 更加速你的衰败 你要选择哪一个 如果我是马英九 说实在的 马先生你听我的 我就绝对是良心的建议 千万不要听陈利 他害你 我真的是良心的建议 就是不要提11个了 也不要想报复 你现在跟鸡拜年了 对啦 不过我是觉得说 四个字 四个字 搭船离港了 他剩两年就下来 可是这些立法委员 还要继续学年金 做完不要乱搞了 其实我觉得 人世间有很多的经验 都可以来呼应 我们遇到的状况 深陷泥脑的时候 你只能不动 对 你越挣扎 陷得越快 昨天有实验 那个英国的实验 掉到水里面 溺斃湿度很快 掉到泥沙里面 溺斃的速度很慢 那最慢的是 你都不动 都不动 对 一直想拉上来的人 越快陷得越快 对对 马英九现在深陷泥沼 哪先休息 没错 现在我觉得马英九 搜下来什么都不重要 有趣的是 无尊艺终艺人 新闻 这跟巴西1比7出给德国一样惨 国民党血流成河 我们是11比18 对 然后中国时报说 马英九三毒齐发 一个是党他失灵了 这个怨失控了 政失能了 这样 那马英九 亚异震怒 所以这是跛脚的里程碑 这哪是跛脚 这是断脚 我觉得马英九 利益于藏人 有什么好亚异的 会有这样的结果 说实在的 我觉得会有一些监察委员不见 他11个 我也跟你说 确实稍微比我